特別注意,這個如果把它切割之後 這樣應該就可以全部都出現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假設有大量資料 你會用這種方式,其實會快速很多 然後,清除部分的話呢,你就 不過你會發現剛剛同學比較細心 底下,其實你以後沒仔細看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從A1檢測向下,檢測加按住嘛,向下 它就追蹤到28,所以基本上這個會怎麼出錯? 就是如果你現在我剛剛清除,我剛剛是用A1去追蹤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叫A1的話,理論上這個底下用手動先清掉 如果你要正確的話應該怎樣?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從這邊喔,不是G1喔,如果你G1檢測向下,它跑到第二列 應該從G2有沒有,檢測向下,抓到最下面,141列 所以那個程式的話就把這邊改什麼? 改成G2就可以了 G2,這樣它就向下追蹤了 OK齁,所以應該把它清除 那你會發現下面的通通都不見了 OK齁,所以這樣的話呢,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OK齁,那A1其實蠻有成就感的 不過前提是要寫得出來,都要正確 最重要要快 那我們其中考試的話也是一樣 要求各位的第一個,你可能除了要會之外 然後呢,動作還是要快速 你不要說抽的時間太長 那我們考試基本上就是從剛剛講的那些題目裡面抽一集出來 OK齁,那我已經把那個題目整理好了 大概就大致上齁,除了今天講這一集有沒有 OK齁,然後再來還有哪一些題目呢? 大概就是,我這邊有放,我已經整理好了,其中考試題 101這一集比較簡單,有沒有 就是按一下它,把這個中文的部分提取出來 那只要用公司就可以了,因為這個VPA裡面好像沒有 直接丟公司就可以了,答案在雲端上 還有在影片裡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這題應該OK吧 不算難吧齁 因為剛剛同學有反應說題目太多 要不要再稍微再調整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如果有多幾 然後再來的話,103 103會分兩個頁面 一個是什麼呢? 這底下有,算那個幾個 幾個數字,英文、中文 另外一個是呢,把那個字丟過來,兩個 所以這一題的話,基本上齁 它有兩個頁面,我會二選一就對了 兩個選一個,比如說我可能會跟你講說 你要103是算幾個,算數量 跟把那個資料留下來 所以二選一喔,一個是那個 這個數字、英文、中文、個數 跟留下數字、英文、中文 二選一就對了,不是兩個都做 其中選一個,所以這樣的話呢齁 就算三題了吧齁 再來的話,看就再來今天這一題好了 好不好,啊那個,字串切割 這一題也許我就,就不出好了 好不好,這樣OK嗎? 齁,這一題把它delete掉好了 就少一個啦,OK 所以基本上的話齁 我們就從這三個題目裡面 抓一題出來考 齁,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考試的時間齁 是下下禮拜的這個 11點鐘好了 我們考,考試時間不會太多 只可以各位半個小時 一題一半小時應該夠吧 因為會的話十分鐘也就完成了 OK,不會的話給你一個小時 你也做不完 OK,這樣子,其中好事 有沒有問題? 什麼問題? 就這三題,OK 然後,反正 希望各位回去就好好準備吧 然後也不會為難大家 如果你還是覺得太困難 沒關係,可以馬上反應讓我知道 其實我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level 基本的水準你要 至少要有啦 你不要說,上完我這個課 也許你可以通過了 但是問題是你VPA完全也都不會 這樣說不過去啦 至少有一定 那當然我很希望說 如果你除了會之外 你還能夠對它產生興趣 而且很願意多花一點時間去研究它 對於未來 這當然絕對有幫助的 我是覺得 不管哪一個行業 什麼行業不用這種大數去分析 你要跟別的行業競爭 你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怎麼競爭得了 OK,所以我是覺得 這應該已經變成 未來每一個行業都會 必須要面臨的一項 算是一個基本的技術吧 所以像很多OP人員 以前可能只要會e-sale 簡單操作就好 現在不一樣 現在可能至少 老闆都還會要求 你要會這些東西 否則的話你可能 連進到那家公司的機會 都基本上沒有了 當然我也不希望說 你們未來當然 就是發展不是那麼順遂啦 因為如果你比如說 我們系上的發展 很多大家都到可能便利商店 或安心班 當然也不是不好 可是如果說 如果你到便利商店 那你其實 大學不一定要這個文憑 也可以 OK齁 那當然就跟各位說一下齁 那 那 就在那裡 沒有 我剛才說 得到